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黎一哥哥 这样吗 哼 我明白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怎么不早说啊 没有没有 我拒绝了 你还拒绝了 你脑子没病吧 那可是天公之主的传承啊 我 我 一惊一乍什么 这小子初败入天宫 就不学天宫的传承之术 如今不败公主为师 有什么可奇怪的 说不定公主正是看中她这份傲气呢 哦 原来如此 无形的壮 最为之命 我本以为我已经够狂傲的了 没想到 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总之 情况就是如此 射击九阴一事 等到了危急时刻 天宫一定会出手相助 危急时刻 哼 原来如此 我懂天宫公主的意思了 我龙腾皇室一定会好好配合天宫 等等 这两人的对话 是什么意思 既然接下来无事 龙腾木 替我好好招待天宫各位 朕还有事 是 父皇 龙腾木 你跟我来一下 你小子 肯定给我解释一下 九阴这次到底为什么会失控 是不是 你那个爹故意放出来的 过来 你怎么一上来就凭空无人清白 我爹怎么可能干那种事 那他身上 怎么已经有了五个九阴的脑袋了 哼 这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为了防止被我二叔夺走 其余四个决定分身 都已经在我二叔那里 而且 他已经被正式 和妖族勾结在了一起 妖族 这是万物宗的非洲 灵异 你把我们喊来这是要干嘛呀 啊 灵异老弟 东西都按照你给的清探送来了 没确尽少两吧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嗨 瞧你这话说的 道清风师兄听说了这事 可是亲自嘱咐我们的 这是 屁股丹 我传信给道清风 会托他加急送来的 这种浓缩性的高能量食物 眼下可以救无数人 对啊 这种壁股丹 一颗就能等一个普通人 好几天的祸事 你倒是点子挺多 这么多壁股丹 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啊 钱财乃身外之物 更何况万物宗欠咱们一个人情 龙腾皇室不管百姓的死活 咱们看见了 好歹得救一把 走吧 把这些壁股丹发下去 都排好队 一人一科 都有 多谢这位好心的仙女 不客气 这些人在发壁股丹 而且还这么多 这 这得是多少钱 多少零食才能买到啊 居然就这么白白地 给了这群泥腿子啊 这简直就是造孽啊 都给我停下 谁让你们在这里 发放这种东西的 你又是哪根葱 我发我自己带来的东西 关你什么事 你们是来协助我们 平叛的修士吧 军中粮食不足 你们这些壁股丹 我代表龙腾皇室征用了 东西都搬走 一坑也不准留下 不行 这些难民有的 已经断粮好久了 你们不能这么做 谁管那些泥腿子 少给我 谁给你的胆子 敢碰他的 殿下 殿下 你 你敢打我 我乃龙腾皇室宗亲 你 你完蛋了 龙腾皇室宗亲 很了不起吗 就连你们当今皇帝 当年都被我揍过 你 灵翼 给我继续打 出事了我给你扛着 别怕 对啊 别说有礼刺有慌 在外人看来 我还是天宫继承人呢 你 你 你冷静啊 别真学你师父啊 灵翼 准备出 你们这是怎么成 胡子殿下 快派人来惩治 这几个邪徒和党啊 他们坚持没有王法 你们别管这家伙 我这就安排人 帮忙发放壁骨丹 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你们龙腾皇室 都对百姓这么不管不问的吗 这事 情况比较复杂 咱们先走吧 皇室召集的各路修士 甚至一些宗门的代表都到了 已经准备开始讨伐叛军了 咱们天宫可不能缺席 我们下期再见